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你每一次看到日全時那個照片 有沒有看到那個日眠的樣子都不太一樣 有沒有 它是有規律的喔 好來給大家猜一下 我們太陽活動有所謂的 比較寧靜的極小型 有時候是活動比較劇烈的極大型 這大家知道嗎 我們太陽平均有11年的活動走起 那我們現在2016年 剛剛過了極大型 好前面2014左右 2013到2014我們之前是極大型 2015開始走下坡 最近上去畫太陽我都很快樂 我每天天氣好都要上去畫一張太陽 最近很快樂 因為黑子很少又很簡單 畫完5分鐘左右就可以收工走人 在那個黑子很複雜 很多的那個極大型的時候 我在上面至少工作10分鐘以上 10分鐘以上 在前一次極大期是2001年左右 好那時候我們家老二在我肚子裡 好我那時候這個超痛苦 那個肚子就擋在那個投影板上面 然後又要彎成很奇怪的角度 然後去畫太陽 好後來呢受不了 換人 好只有那一陣子換了人 好那這個我們太陽活動 好平均11年的週期極大期極小期 好來給大家看一下 2001年我剛剛講的 前一次的極大期 好2005年接近極小期 好2008年 好幾乎是極小期 那兩年真的超快樂 2008到2009 好有將近一年半到兩年左右 沒黑子 好我的工作時間只有5秒鐘 好還是要工作 那個觀測紙放在我們的投影板上面 好確定沒黑子5秒鐘 寫No Spot收工走人 好非常快樂 好看清楚了 那請你告訴我這三張照片裡面 有什麼不一樣 好我看到2001 2005 2008 看得出來嗎 好2001是我們活動極大期對不對 好日緬的形狀 有沒有 好你如果看的話 幾乎四面八方相同 有沒有距離相同 有沒有 好到你下面 好2005 有沒有發現 欸有的地方比較長 有的地方比較短 有看到嗎 好然後到2008 我們的極小期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好一樣 是這邊兩側比較長 這邊比較短 對不起 這邊這個是兩極 好太陽的十極兩極 好有沒有發現側邊 赤道的地方比較長 好兩極的地方比較短 有沒有 好所以我們的這個日緬的形狀 其實是會隨著太陽的 時常的狀況而改變 那太陽時常的狀況 會隨著他的活動的劇烈程度 而改變 在極大極的時候 太陽磁場是很亂的 好很亂的 很亂的 所以他很均勻 四面八方差不多 好可是等到他極小極的時候 太陽的磁場 幾乎就類似地球 他是偶極磁場 他是兩極的 很規律的分布的 好所以在他的磁極 磁極你可以發現 欸他的磁力線 就看得出來有沒有 在兩極這個地方 好這是跟我們的 全時有關